第三届促进宗教信仰自由部长级会议在波兰召开之际 线上论坛法轮大法在中国的迫害过去和现在 21年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周三举行 论坛演讲者包括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台湾驻德国代表谢海威以及瑞典国会议员阿尔姆 演讲的法轮功学员之一作家曾征 在论坛上回忆曾在中国大陆劳教所遭受到的迫害 在中国大陆劳教会议员阿尔姆表示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1年了 不能相信这样的迫害还在发生 与会的台湾驻德国代表谢海威 则指出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处境遇的巨大反差 在会后 曾征女士接受了采访 这两项对比我觉得是对中共谎言的一个最好的回击 台湾大家都是说的同样一个语言 都是同一个民族 那么这种对比就更加鲜明 容易让大家看清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多么的荒谬 曾征女士指出 在当下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对全世界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本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为期三天 与会者们分别以如何改善全球各地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线上讨论 在周一开幕时当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 基督教等信仰团体的迫害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